刚毕业 然后从学校搬到了这个小区 当天呢是因为在家门口 组装我买的电动车 需要用到螺丝刀 就去敲了奶奶的门 奶奶就非常热心的 把螺丝刀借给我们 玩螺丝刀的时候呢 为了表示感谢 我就给奶奶送了一个西瓜 然后从那天以后 我们就开启了这种 特别有爱的互动 当时下班到家 发现门口贴着纸条 打开一看是奶奶给我们留的盐 上面说让我们到家之后找她一下 我们放下东西呢 就赶紧去敲了奶奶的门 她就拿出了自己刚落好的饼 特别香 看到纸条第一瞬间 就觉得特别温暖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 跟奶奶有特别多的这种互动 她买的西瓜 玉米 水果 自己做的饼 然后包的饺子什么的 就时不时的会给我们送 因为和奶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她却对我们这么好 就是有种不是亲人 顺死亲人的感觉